嗨 大家好 我是豆点 千门八将108局 今天说的这个局是历史上最阴险狡诈的做局手段 利用的全是人性的恶 一旦进入局中 清泽被随意驱使 重则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 让人看后呀 背后发凉 那么今天 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最阴毒的地局 叫做 银梦戏猴局 咱们先看局面 银梦戏猴局 银梦通常指的是一种虚幻的诱人的美好幻想 猴子呢 则代表了聪明灵活的性格特点 布局者首先呀 会营造出诱人的银梦般的幻想 使受害者陷入错觉和幻想之中 特别容易引人入局 而入局之后 到头来这一切的一切呀 都好似布局者在耍猴 咱们说个故事 在明朝宣德年间的一个夜晚 丁二独自坐在破旧的茅屋中 手中的灯笼摇曳着微弱的光芒 他的父母因一场疾病相继去世 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丁二纪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 京城呀 有一位远房的表叔 咱们现在的话叫二大爷 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茶叶商人 生意兴隆 家境殷实 于是丁二决定去京城呀 投奔自己的二大爷 寻找一份生计 带着仅有的几件衣物 丁二踏上了前往京城的旅程 路途遥远且充满艰辛 但他想象着自己能在二大爷的茶叶铺中 学习做生意 或许有一天呀 他也能够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历经数月的跋涉 终于来到了繁华的京城 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和兴奋 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商铺 熙熙攘攘的人群 还有那些他从未见过的真奇异宝 在经过一番打探之后 丁二找到了二大爷的茶叶铺 站在铺子门前 他深吸了一口气 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二大爷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中年人 他听完丁二的经历后 没有丝毫犹豫 便热情地接纳了他 在二大爷的茶叶铺中 丁二开始了他全新的生活 每天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 他便起身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从最基础的活儿做起 清扫店铺 整理货架 学习区分各种茶叶的品种和品质 二大爷见他勤快 便开始教他各种关于茶叶的知识 包括茶叶的产地 采摘季节 炒制工艺等等等等 丁二对这份工作 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他不仅在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还经常点着油灯读书 他渴望掌握更多的知识 以便更好的服务于顾客 也为自己在茶叶行业站稳脚跟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的一天 他二大爷为了往上游发展供应链 在南方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买了一座荒山 准备开荒种一山的茶叶树 于是开荒这个活就交给了丁二来负责 并且还告诉丁二 如果你按照预算的工钱 在明年春季来临前 把山给开荒开好了 不影响来年春季咱们种茶树 等你回来就给你讨两个老婆 于是丁二就怀揣着自己以后 能娶两个老婆的梦想 带着二大爷给他的任务和开荒预算的工钱 来到了南方 准备组织当地的村民上山开荒大干一场 而第二天到了之后 他才发现这个地方之所以穷乡僻壤 是有原因的 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都特别懒 不愿意干活 要组织人来开荒真的是太难了 丁二跑遍了附近好几个村子 好不容易组织了十多个村民来干活 可是干活的时候 他们还都是一个比一个偷奸耍华 一天也没有干出多少活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丁二才意识到 怪不得他二大爷说完成任务 可以给他娶两个老婆 这活要按照原本的预算和时间完成 真的是太难了 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可行性 因此在这个时候 丁二就有点打退堂鼓的想法了 但一想到如果完成任务 回去就可以娶两个老婆 想到这个画面 丁二一咬牙一跺脚 心想这事怎么第一也得完成后再回去 可是怎么完成呢 就在丁二苦笑冥想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这个主意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天的时候 丁二还是照常带着原本的十多个人上山开荒 可是到了半晌午的时候 突然其中的一个人一篮头下去 刨出了一块金子 虽然他想赶快揣到兜里藏起来 但是还是被丁二发现了 于是丁二就说 这山是我的 开荒时刨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是我的 因此就跟这个人两个人强起来了 而这个人虽然有点理亏 但是这块金子对他来说 虽然不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但是 让他后半辈子吃喝不愁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就不愿意给 就和丁二呢 理论起来了 而正当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其中呀 另外一个人又在另外的一个地方 也刨出了一块金子 在这个时候 丁二就说了 现在呀不准刨了 这山我不开采了 你们把金子都给我还回来吧 而很显然 这两个人呀 肯定是不愿意给的 并且耍起了流氓 榔头一丢 拿着金子撒鸭子下山跑了 而丁二看他俩跑了也没有追 然后对剩下的工人说 现在呀 大家开始不准刨了 给你们结工钱 你们都回去吧 这个山我不开采了 而这些人 完全把丁二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手里面的榔头一刻都没有停 并且刨得更深了 最后 丁二是连抢榔头带轰人的情况下 才算把这些工人的工钱呀 给劫了 然后给轰下山了 而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呀 一帮村民拿着榔头提着灯笼 不知道有多少人鬼鬼祟祟的上山了 而丁二呢 自己挑着灯笼驱赶这些村民 但毕竟丁二势单力薄只有一个人 所以他在这头驱赶的时候 村民就往那头刨 就这样 没过几天 丁二自己累倒了 而村民们听说呀 丁二累倒了 所以他们不仅晚上刨 白天也敢去刨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当有村民刨出来金子之后呀 村民们就如同打了强心剂和兴奋剂一般 榔头挥的也就更快更有力量了 同时呢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刨山刨金的队伍 也就这样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丁二的病好了 看着整个山被绝地三尺刨了一遍 脸上露出了一丝邪恶的笑容 而在这个时候 假如你在丁二身旁 看着丁二 你能读懂丁二的邪恶笑容吗 你可能觉得呀 你都读懂了 这不就是丁二提前买好金子的局吗 而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只是此局的前半部分 前半部分是千门早年流传出来的残片 而后半部分才是真正让你后背发凉的内容 接下来 丁二哼着小曲下山了 然后到了官府门口 脸色突然一变 变成了一副委屈的模样 击顾鸣冤 县太爷在了解了此案后 就安排了师爷更详细的和丁二了解一下案情 师爷了解清楚后 立马派人把挖到金子的人都缉拿归案了 在这里 你可能有一个疑问 村民那么多 谁挖到了金子也不知道呀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 那真的是太天真了 太低估了人性的复杂 在这个时候 你觉得没有挖到金子的那些人 他们会不会主动告诉官爷谁挖到了金子呢 再说了 师爷带去的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翻箱倒柜 绝地三尺也得找到呀 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来了 丁二带来的金子只有几块是纯金的 其他几十块呀 都是找人做的参甲的镀金 也就是在假金子的外边呀 镀了一层真金子 这样一来 即便村民想要解释 也无法证明自己挖到的金子是纯金的 丁二死咬住呀 这帮村民呀 说他们把真金子换成了参甲的镀金的假金子 不愿意归还 于是 在官府的帮助下 这帮村民最后呀 被判欠丁二金块不还 只能写下欠条 否则就会被关进大牢 那些没有钱的村民们 有的呢 通过卖身帮丁二种茶采茶来抵债还钱 有的则是继续做着苦力 想办法还钱 至于丁二和官府之间的交易 你可以自行脑补哦 当然 最后他二大爷是不是给他兑现了 娶了两个老婆 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这就是完整版的银梦戏猴局 结合上面的做局逻辑 你懂了吗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你觉得彩票是不是这个局 这个局的底层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常说的 马无夜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负 大多数人都梦想着一夜暴富 尤其是看到别人通过某种途径 获得巨额财富后 他们会认为这是最好的途径 如果你试图阻止他 他会将你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种局很容易让人上钩 进入圈套后 到头来可能只是被别人利用 猴子还是那个猴子 甚至会比以前更惨 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被关进笼子里 所以这个局名为银梦戏猴局 这种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比如有一些公司涉及自己的销售模式 什么雇人排队 制造火爆的假象 或者加盟宣传利用品牌合作等等的方式 来吸引客户运用的就是此局的前半部分 而那些偷渡到缅甸 想着一夜暴富的人 则是完全掉进了别人专门设计的银梦戏猴局 看看电影孤注一掷 你就知道了 最后不仅没有赚到钱 还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妖子和生命 下场可能要比这些村民寒惨 最后银梦戏猴局的作局逻辑是什么呢 不局者首先会营造出诱人的银梦般的幻想 使入局者陷入错觉和幻想之中 接下来 入局者往往在迷惑和错觉中做出错误的决定 导致自身遭受损失或者陷入困境 而不局者则能够从中获利 或者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手段之所以阴险 就在于其高超的欺骗性和隐蔽性 让人难以防范 今天分享的这个作局手段 并不是让大家去设计这样的圈套来害人 而是要提醒大家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记住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当面临横财的时候 贪婪可能会让你失去的更多 有些人不光要你的身家 还想要你的性命 最后 推荐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无法抗拒的寒门轨迹 带你体会不一样的江湖百变之旅 我的频道在每周一周五早上的九点更新 下期的视频 咱们聊聊千门七十二地局中 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轻易的毁掉一个人 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地局 叫做天伦双杀局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视频见